现在从医院回来 我这不是手麻吗 就医院检查一下 脊椎严重了火 脊椎从第三根骨头开始 每一节骨头都有问题 然后就拜了个住院 然后做针灸 还有电疗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 看能不能好一点 不然我的手麻已经想到手了 然后反正做了很多检查 开始我还怕中风 拍了头拍了胸偏头偏 还有尿啊死啊 抽血啊四大同学 对 反正各种都撤了 关系就是脊椎不好 还是因为看手机太多了 老是睡觉的时候躺着玩手机 也是一月十多年前 十年前的时候 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动作 一起的脊椎病 然后慢慢的加重加重到今天 这个手都麻了 昨晚没嘴吹的有点麻 害我昨晚没睡好 天一样就赶紧来医院 解采一下什么问题 脊椎太老火了 神经系统被压挤压了 水手啊麻的 医生说让其吃清淡一点 那我们就吃清淡一点 朋友说叫我去他家吃饭 那我就去吧 今天就去他家吃饭得了 真是坐了还输液了 石头宝贝 哎这个人呀没生病最好的 一旦生病了就会各种耐心 昨晚我都没睡好 我耐心这样耐心那样 然后直接做的检查吧 其实很多检查 我做了那个什么 各种激素检查呀 嗯 脂 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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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压 哦血压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为啥 我一去医院一测 然后一百 一百五 我得乖 然后呢 前一天我自己在家测了 一百二九十 那 然后当今天我就回家的时候 我一测 开始一回来 一测也是一百四 一百 然后再休息二十分钟之后 再测就是一百二十多九十了 嗯 我也不知道 我这算不算高血压了 总之 各种担心嘛 然后你看嘛 我现在已经 脊椎这么严重 对吧 嗯 哦 还有一点就是去测血 化业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过来问我 嗯 你是不是激七嘛 可能是血脂不一样嘛 血脂和这场实验不一样 我最好是激七 哈哈哈 我说是第三天 嗯 他说哦那没事 然后 我就问他 解采这有什么问题 他说 各项的这场 嗯 也做了脑部CT 做了 胸片 嗯 反正 能检查的 基本上 感觉也 就是手麻有怪的东西 都检查了 就是脊椎的问题 脊椎的问题呢 做这个针灸 他说也 就说 做这个也只是暂时的 但是你就长期还是需要自己 嗯 需要自己什么来着 需要自己保护 做多重活动 不要老是保持一个动作 嗯 这样才行 你哪 不然你在越呆了 做了之后的话 嗯 你不不活动 老是保持一个动作 也容易那个脊椎痛 而且脊椎一带痛了 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不舒服 有时候头晕 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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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有 会压不省机 就是头晕嘛 还有就是 嗯 还有就是 就是 叫什么来着 干嘛使他了 他也想拍 你也想和我上鸡啊 对 他也想上鸡 上鸡 上鸡 你们 躲在妈妈身上干嘛啊 有朋友说我 说话乱七八糟的 这个我也懂 我也想好好表达 就是表达不出来 怎么说呢 这个 脑活不好使 然后一个 文化有限 思维逻辑 思维能力不行 语表达能力不行 反正各方面不行 反正各方面不行 除了体重在 好像其他都不行 来 出来 你小心点啊 你别掉下来 我接不住